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长长久久 丹姐啥时候不办啊 估计不止朱丹一个人羡慕贾静雯这样的新娘 毕竟在关还能得到如此多的祝福 并且还能令朱丹这样的女性说了点酸话 着实是有些不容易 不过在朱丹说到最后的那句 要一直这样幸福着 因为你们幸福着 我就会幸福着 让人有点其他的想法 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 难道说贾静雯若不幸福 他也就不幸福了吗 众所周知 朱丹与周一文也是二婚 早在2005年 朱丹与江十五年的男友正式注册结婚 本以为这段婚姻来之不已 二人能相守终身的 不过但这段婚姻却仅仅维持 了两年便以失败而告终 好在朱丹几年后从失败的婚姻 朱走了出来 于2013年6月25日 朱丹和周一文首签着手 以为缠年亚马路 怜情曝光 2017年 朱丹与相爱四年的周一文领证结婚 并确认怀孕 同年9月28日 朱丹在微博刷出一张婴儿小脚牙照 宣布宝宝降生 这一切看着是不是也很美好 不过熟悉娱乐圈的都知道 也就是在一周前 周一文曾被媒体曝光与助理又同一根习惯和赐料的事 虽说获得朱丹的礼品 趁周一文是好男人 但傲友们显然并不买账 可能正是如此 当看到他祝福贾静文的婚姻师说的那句话后 老海觉得朱丹完全不必如此 不管对方是幸福也好 还是不幸福与爸 与你的幸福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要知道修姐姐与贾静文在一起可莫传出什么绯闻 可周一文显然不是如此 如果一个男人在与异性接触时不考虑一下老婆的感受 虽说不一定就能说明男人有什么 但时间长了会发生什么 估计谁也不敢保证 别看朱丹性是淡淡的在之后夸周一文是好男人 可背后又如何呢 再加上网上周一文几乎没有与朱丹有过任何的互动 这也就加深了大家对二人是否幸福的猜测 想想修姐姐可是比贾静文可是要小快十岁了 可周一文只比朱丹小一岁 这种差别其实也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难道朱达不清楚吗 如果说连自己的幸福都需要借助他人的力量 那只能说明朱丹对自己或者字 记得老公没有信心 正是如此 可能也说明之前周一文的事可能是真的 看来朱丹还需要付诸更多 否则下一次可能就会出现比较尴尬的一幕 加油吧 美女